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著名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 欢迎您就是回到今天的多元族群分享爱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来宾是来自四川的文丽萍 丽萍你好 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新著名主持人印尼的钟丽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这一段丽萍要特别跟我们推荐他家乡的特色美食 那这道菜其实很多人大概在一些川菜馆或者是餐厅都可以看到这道菜 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 就是水煮牛肉 对 水煮牛肉 来跟我们推荐一下 为什么你到台湾还就是偶尔会想起这道家乡美食 甚至你现在自己这也算是你的拿手菜之一 对 是我的拿手菜 所以你自己都是会自己来完自己做 对 会 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你小时候那一个味道 记忆深处的味道 所以材料都是有在台湾就对了 其实材料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皮线豆瓣酱 皮线豆瓣酱其实都买得到 买得到 对 很多都买得到 刚来的时候不知道要去哪里买皮线豆瓣酱就觉得 好像吃不到这一道食物就会去找餐厅 但后来来的时间比较久了 跟朋友交流的比较多 就会知道在哪里买得到 买得到之后就常常自己煮这道菜 然后也会请同事啊朋友客户来家里 就是煮这道菜给大家一起分享 是 因为大家几乎都有在川菜馆吃过这道菜 因为它就很招牌 对 随煮牛肉 但是我觉得能够煮的好吃也不容易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牛肉会煮的有点太老 太老 对 可能不是道地的 它是七分手八分手就有 其实牛肉的话就是 最主要第一个要先腌制过 要加辣椒 酱油跟蒜头要去腌制一下 才会入味对不对 对 然后接下来它是水煮 确实是水煮这个流程 就是可能是 是滚的水吗 滚的水 酱料 皮线豆瓣去爆香之后 然后加入青菜然后去炒 把青菜捞起来之后再加入水 然后就会有一个汤的样子 然后再把牛肉下去 让它不要太熟 不要太熟 然后很重要的是 上手手左右吗 我基本上是倒下去 看到它颜色有一点转变 我就会关火了 对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是在一个叫做 在四川会叫它刀口辣椒 就是这个辣椒要经过油曲线去把它爆香 整条的干辣椒爆香之后 就是不能让它焦掉 在颜色有转的时候就要把它 捞起来 捞起来之后就要用菜刀去把它剁成碎碎的 对 最后煮好的时候 那个辣椒要铺在上面 然后最后要有一个流程就是你的油 要重新去有一锅油去热过 然后再用热热的油浇在你的那个辣椒上面 对 然后你的香味就会出现了 对 这是一个灵魂的动作 真的 这道菜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听起来这个流程是很繁复的 而且是考验真功夫的 对 刀口辣椒很重要 你本来在家乡就会煮这道 还是说来到台湾太想吃了 对 慢慢在学 因为你有改良过 我有改良 小时候是妈妈的味道 那是属于妈妈的味道 是 我们只知道吃 从来不知道怎么做 可是因为你离家千里万里之后 对 你有想要吃但是你不会做 你就会去寻求网路 或者是在打电话回去问妈妈 这道菜是怎么做的 对 就听起来有那种家传食谱的感觉 对 所以改良的部分是 可能四川的辣椒是用的比较辣的 那我在台湾找到的干辣椒 它是我不要太辣 它没那么辣 也不会那么辣 对 我只要它那一个香味 对 哇 真的挺强 有辣味的香味就蛮香 光是听丽萍形容就觉得好想吃 觉得拌饭一定很好吃 可以来我家吃 对吧 真的 这个是丽萍特别推荐 她的家乡四川菜 这个很特别的水煮牛肉 对对对 推荐给大家 对啊 刚刚听丽萍讲说 会邀请一些亲戚朋友 甚至客户 这就有讲到说丽萍 你的工作 其实刚刚我们第一段 也有先跟大家讲 是因为服务业的关系 那主要是从事什么行业 对啊 我现在目前在南山人数工作 已经保险当服务业 对 第十年了 哇 十年 但是蛮久了 一个工作可以做这么久 对 是 那从事保险业的契机 还有为什么当初会想说去 这些这一行 对啊 其实 其实来台湾的地 一来就生了第二个孩子 然后在带孩子这段时间就相对比较辛苦 因为待在家里跟外界是陌生的不熟悉的 然后后来是因为参加那个生命之爱文教基金会的 有一个红培班 然后去认识了一些朋友 一些姐妹 然后后来就做了台湾的第一份工作 我没有做保险以前是在清新饮料店上班 宏大医院对面的清新 我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六年 对 所以认识了很多的客人 我一开始会去学习是因为想说 有一天我自己可以开一间饮料店 你的梦想要开一间 对 可是在那间店工作五六年之后 其实发现 想的跟现实是会有一些落差 因为光加盟金这个部分 你就要投资很大笔 没错 一笔钱 对 那为什么会加入保险业 是因为我有个邻居 其实那时候店旁边的有一个邻居 他是我现在就是带我进入南山 这个行业的主管 那他每次都穿得很漂亮 来店里买饮料 因为我们月休只有四天 可是我很向往我可以出去 然后我也很向往我可以穿得很漂亮 因为在清新工作 你要穿那件绿色的 那个Polo衫是吗 那一间制服 饮料店 你每个月二十六天都只能穿那件衣服 对对没错 没办法打扮得很漂亮 也没办法穿高跟鞋 对 就你会向往走出去 所以后来跟他去参加一些活动之后 我就开始决定要加入这个行业 对 是 其实 所以女人的想法会更细 会不一样 会想很冷 所以这时间或者是不同的环境 都可能改变你的一生 这一生 没错 对 对 经常保险业之后就 做到现在已经要进入第十年了 我觉得又很有热情 因为中间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 然后又坚持继续的 才会到今天 因为我觉得 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你人生 你想要追求 你所向往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是 对 比如说像 我现在又会觉得 时间的自由 时间的自由 以前在饮料店的时候26天 因为没办法 你要陪到孩子的时间 好像没有 基本上很少 整个时间都被绑住了 对 时间都被绑住了 你要带他出去玩 机会也很少 对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 我觉得学习的东西很有限 对 那现在的话 我们接触的第一个 公司给的教学的资源就不一样了 再来你接触到的客户 客户都是最好的老师 对 所以我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很多的 不一样的族群 不一样的人物 对 然后后来我也去体验了很多 我也去 台湾的 亚太技术学院 我也去进修夜间部 对 也有得到大学的学历 然后也认识很多的同学跟老师 对啊 很多的新住民朋友都会觉得说 我来台湾还要不要继续去进修 或者是干嘛 很犹豫 或者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当然这个 就会变成一个观点 对 当然丽萍是没有语言的隔阂 对 我们没有这个 没有其他的隔阂 我现在都是一样跟台湾人一样 对 就是自己 而且苗栗人是非常热情的 非常的热情 质朴 然后我很喜欢 我觉得在这里就认识了很多很多的 在地的一些客户姐姐 真的很有爱 很热情 然后都会分享很多 拓展你的人脉这样 对 教育孩子啊 然后一些蔬菜啊 水果啊 真的 包括像刚刚你 人情味很多 包括像刚刚你讲说 这个煮家乡菜这个部分 其实你甚至可以办一个 新住民联谊的感觉 大家出一道菜这样子 大家互相交流 有没有 可以 对啊 是 因为你刚刚说 不只是在可能业务上面的一些往来啊 就是生活上面各种食衣住行 对 亲子教育也可以分享 亲子教育 很多都可以分享 对 我觉得就是你要热爱这个地方 你喜欢这片土地 你喜欢这里的人 你热爱这个地方都没个东西 你就会很容易融入他们 没错 对 人跟一切的 我觉得是互相的 你喜欢这里 我相信这个地方也会跟你一样 也是会喜欢你 对 没错 主要是要有一个 要保持自己热忱的心啦 对啊 要有自己喜欢 这一份工作跟周围的人 就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蛮多的新住民朋友 可能刚来台湾 出来乍到 所以他们就 就觉得说 不敢走出去第一步 对 因为语言不熟 然后没办法跟他们沟通 可能就是第一步 这个已经 对他们来说 就是大关卡了 对 像我以前也是这样 对 我觉得跟人 人跟人之间 我们会说 我要怎么跟你沟通 就是一个 很没办法的事了 你们比较厉害 因为你们语言也不同 我们语言很多都是 国情文化也都很多都不一样 对 文化吃的部分 都是会有差异 然后来到台湾 我们是从零开始 真的 对 我们来还有基础 至少我们语言是通的 对 可能就是刚开始 丽萍可能就是要 这个简体繁体的部分 可能这个转换 其实我们从小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是有学繁体字 只是我们没有在写 我们是认得的 只是我写不出来 我很多字都写不出来 那变成来台湾 这几年下来 你就是慢慢让自己 可能有去练习 就写 毕竟有时候 要看一些文件 对不对 对 其实都会读 比较不会写 对 现在公司工作的话 都是一化 所以直接在平板 手机上面操作就好了 对很快 这样更不会写 对 更不会写 没错 不过还是要 努力去学 对 其实生活适应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下一段回来 我们再来跟丽萍聊聊 她有去进修了 哪一些的课程 休息一下 再回到 多元族学云分享 爱 我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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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读